百年前 一个家族与此拓恳起家 期待为后代子孙 留下一片凉印 一个安歇的住所 百年来屹立在北头的一角 向来往行者诉说地方的故事 北头的辖区可分为七大区 而这栋传统闽南市 专造建筑物的赖室祖措 总位于北头的石牌区 由整个早年 从清康熙年间 一直到日治到战后 都可以发现 整个肯多时 有一个很重要的家族 就是赖家 赖家在当时取得土地 农地面积最大的时候 大概有五十甲 所以望远看过去 都是赖家的土地 也就是我们保留了 整个赖室祖 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是属于五行的价值 秦潜蓉四十五年 赖室祖先 由福建省张州府平和县新田里来台 定居于北头石牌 此处平原地带 暑冬暖夏热 四季多余的温暖湿润气候 造就丰富水资源 赖室祖先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发展出编制草席贩卖 而后 因拥有五十多甲水田与旱地 转而开设碾米厂 从此赖室族人 家道更是新荣 那当时整个北头地区 主要还是以整个农田 属于种植稻米 为一个发展产业的核心 那在当时整个 我们都称水聚落 店铺跟农业的房子 最大的差别是 店铺它会有棋楼 那你如果是农业的话呢 它每一个房子是单独的 它周边都是稻田 这种我们叫做散村 一般来讲的话呢 如果具有防御措施 在有卸豆的时代 是赤竹林会比较好 因为赤竹林它比较密 因为竹子长得很快 那个笋子一起来 所以它比较密 它对于防风跟防御 它效果会比较好 那一般来讲的话 都是赤竹林比较多 我们当初来到这里呢 看到门牌号码 想说为什么是巷 可是旁边是很宽阔的 然后后来去查了一些 相关资料才发现 原来这边其实 当初是住满了人 所以它是一个巷子里面 保留下来的 民事平民的老房子 赖氏家族以务农为主要产业 书写下清初时期 汉人已肯台湾的遗业 也见证地方产业的经济发展 然而随着子孙后代人口增加 导致居住空间不足 进而发展出 另一种扩建的建筑特色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座 这个赖氏古厝 它是一种比较 这个初期型的 就是它只有一个正堂 它甚至没有递进的门厅 那到了来 它人口稍微增多一点的时候呢 照说它要做两个厢房 它的厢房呢 照说它应该左边右边各有厢房 但是它也是没有发展成熟 它只有一边有个厢房 而且这个厢房看它的构造 好像还比正堂还慢 而变成是一个不对称的布局 所以我们这样讲 它是非常早期型的农村住宅 没有商业行为 原来它是张州的新田里 里民移民过来 所以他们到了这里呢 他们门牌上就会注明说 我是哪个里哪个里 这是一个可能历史的一个传承方式 让大家知道它的本在哪里 所以它在正厅的上面 有一个新田两个字 当时的建筑配置 主要称之为一条龙 一个三开间的独立震生空间 周边会宜居住或饲养深处需求 而增设护荣 震生中央正堂 主要为接待用途 及神明厅 左右大房 则会依照辈分作为居住空间 而收割下来的稻米 会在前后城做曝晒 不难想象 带是族人过去的生活痕迹 北投赖氏组厕 建屋震生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周围建筑配置 反映乌农世家生活模式 古井 羽龙眼树 展现生活形态特征 是难得的传统闽南式专造建筑物 于2006年登陆为历史建筑 这种建筑的话 当年是我妹家来的时候 我就跟着她一起过来 以前进出是从这个地方走进来 所以这两棵树就跟他们门绳一样 一进来就看得到了 所以他们那一家来说的话 这两棵树对他们感情是很丰富的 我来的时候第一点看到就是一个震生 祠堂的震生还有幼虎龙而已 那左边基本上是没有东西的 他们毕竟是农家的一个身份背景 所以呢整个建筑物是特别朴素的 正立面的部分它只有做火库旗 然后火库旗之间有水车土 一般水车土都是我们传统名机 做为表现建筑物的艺术价值 就会做很多的装饰 可是我们的主错并没有 它就一个很素的一个水车土 那基本上它的装饰性的构造在哪边 只做在它的屋脊 它就中间有柳条砖 基本上只有在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他们有特殊工艺的一个装饰价值 齐里岸石它是一种火层岩 那它广泛的在清朝时代 被用来当建材 很适合组围墙 大一世主错 就是用齐里岸石 用很多 下半段它用齐里岸石 上半段它会用红砖 一般来讲的话 你如果全部都用齐里岸石盖的话 会很贵 所以他们通常都是 下半段用齐里岸 因为比砖坚固 到了这个腰部以上 它就赶快换成红砖 有一个书画叫半听红 那个厅叫一半是红色的 那是另外一半不是红色 有这个节省材料的作用 时光就像一阵风 吹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随着时代的变迁 多致交通的发展 捷运淡水线 中美快速道路 设置大桥的陆续兴建 近百年的时光 赖史组措 近近一例于此 见证每个篇章的新开端 一般来讲 文化资产 它要按照文化资产保存法 有三大原则 第一个历史要久 那我们这个房子 它是1915年 距离今天108年 那这个历史它有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它要有丰富的历史背景 通常都是指 它要是一个著名的人 它是地方的望族 来世人家 它也有 那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要有 艺术或建筑科技的价值 像古时候人真的很多那种 设计都很值得玩味 就像我们的后城 还有一个龙眼树跟古井 古井的意思就是要 后人懂得饮水思源 那龙眼树那边呢 其实就是有一个 前人种树后人成良的意境在那边 所以其实在中国的文化传承上 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东西 所以我们都是很努力的 想要把它保留下来 虽然它坍塌到不行 我们也是努力把它修复起来 有关于我们 那是组厕的修复过程 那一开始我们事务所 进到这个场所的时候 基本上整个组厕周边 都是被杂草给掩盖住的 那回到建筑物本身的一个部分 砖造建筑的本身 大致上保留相当的完好 因为它并不是木造 那只有屋顶才是属于木造的结构 那屋身大概都属于 脏屋啊白滑的部分 所以呢我们采用了一个特殊的工法 利用药剂啊 把这些砖面的风化 跟脏屋做了一个清洗 去保留它原来砖面的 面层的一个程度 刚刚提到我们当时采用一个特殊的工法 我们保留了原来的终极 然后试着去抽换下部的所谓的 刚刚提到闽南瓦的部分 所以呢我们从室内 抬头往上看的时候 可以看到前坡是比较脏 比较黑的一个板瓦 后坡的部分可以看到 它是比较新的旺砖 当然在修复工程 也对营造厂商来讲 全片直接做个更换 是最快速最便宜的 造价也是相对低的 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上 特别希望达到一个 传统建筑的风貌保存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好像是老房子无法运动 在修建的过程中 就进驻的再利用团队 因为就之前都是修完之后 然后才会有再利用团队来嘛 可是这一次他们就是实验性的希望说 让再利用团队可以提早进驻 因为不要说修完之后不符合实际使用 所以他们就是想说让我们提早进驻 然后跟这些前期修复工程的人员 可以做一些沟通跟规划 那是祖措通过保留修复得以重现百年前的样貌 但其周边环境却因物患心仪而不复再见 它这个是一个独立物在比较乡下的地方 周围都是稻田 所以它就会有相关的设施 包括树种果树 有的种芒果树 有的种龙眼树 那甚至种竹笠巴 早期会有蟹豆嘛 掌州人跟全州人有蟹豆 但是今天这个赖斯古树啊 它大部分它都消失了 它就留了老树 龙眼树 还有一口古井 赖家大概三十年前 他们已经大概不做农夫了 所以这个门口 门口店啊 门口啊 它也不晒骨子 农业行为消失的时候啊 这些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大的变化 赖斯古树在规模及外观 没有一般传统大树的气势与华丽 但在其营造方面 却隐含着传统建筑的民俗观念 风水禁忌 在当时新建 赖斯主措的时候 基本上是有的 就是有一个前压人 后压绳的一个禁忌 所谓的前压人 就是前面是人的进出的空间 后压绳 就是后面属于神明的一个位置的空间 所以这两个位置都不能有乌航 上方就不能有乌航去压到的一个配置 所以在本岸有特别去做了这样一个比对 发现它完全的符合这个禁忌 所谓的步步禁的概念 每个家族在盖房子 希望家族会越来越兴旺 所以就会透过建筑的手法去暗示 整个终极行的行跟行的间距 由宽到密 这个部分都代表了整个步步禁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影域的部分 古井及龙眼树 为过去家族生活的民生设施及植栽 种植果树 提醒子孙吃果子败树头 而正如这一汪井水 这座古厕在百年岁月里静静注立于此 它的存在始终提醒着后人 魔王祖先的得责 魔王自己的根源 据我所知道就是说 像这个地方是池塘的镇深 那他们通常如果在拜拜的时候 逢年祭祖的时候都会在这里 但平常如果生活起居在吃饭 或者聊天看电视的话 都是在隔壁那个护隆的地方 幼护隆的地方 在他们生活上来说的话 都是以那边为主 那这边主要是祭司拜拜 这附近经常有那种蛇啊 或者是一些小动物 跑进他们家里面来 我常听他们讲就是说 到晚上的时候 尤其是夏天的夜晚 那些虫啊蛇啊 就往他们家里面穿 他们经常在厨房或者房间 看到这些东西 其实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像賴家他们也有来这边嘛 然后他们人也都很客气 也是很开心说 这个房子可以被老房子文化运动 因为这样能够保留下来 而且可以再活化再利用 然后赖贝贝看到房子 哇变成这样他也很开心 那现在年纪蛮大的 而且也好几代 然后他们带着小孩来 小孩小时候在这边成长 然后就发现现在这个房子 竟然被政府修造完成 而且让他就是有更多的可能性 然后有更多的意义这样子 那是主措位于北投区复兴公园 透过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 公司协力进行后续修复 即活化再利用 其实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场地 看到那个新田那两个字的时候 我被制作建筑物所深深的感动 觉得哇这里太美了 然后前面有一些树 然后后面有个广场 我就那时候心里就有个画面 说哇我来到这里交叉花 已经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小时候是住在三合院里面的 三合院全面是有龙田 还有种菜 还有养鸡还有养猪 跟兄弟姐妹 就是堂兄堂弟堂妹们 一起玩耍长大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古建筑 就想到我的童年 那我们手作课 也会做一些亲职课程 让小朋友有一个手作的体验 然后也可以结合这个古厕 我们在公园里面 我们要让它有再利用 能够有一些活动 能够在这里进行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一个富龙 我们也把它保留下来 把它当成再利用的必要设施 所以未来两个房子都有功能 都保留下来 因为像现在 我们是透过乔小姐 进来做一个营运的动作 然后符合整个公园的意向 配合当时农家的生活场景 办理相关的农家的活动跟场所 我想这是现代古迹文化资产 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对赖世祖措的期许 也是希望说未来有更多人来到这个空间 然后真的能够来这里 悠游在心中的一抹田 我的创作题材都是绕着文史在走的 因为当时我媚婿他们家的这个祖措 我觉得它是上百年的一个历史 它也许有可能拆掉 也许有可能保存 但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那不管它结果怎么样 我会用我的绘画的方式 把它永远留存在我的画面里 赖性的一个家族 啃拓这一代的故事 所有的故事都要在这个房子里面 把它呈得出来 所以我说它认重道远 曾经它是家族的守护者 收录着历史记忆及地方文理 而未来这座古厕将作为人们的日常风景 款待每一位过客 耶